我们今天是沿着海南的黄海公路 兜了一圈 然后顺路还挖了一棵山羊 现在准备去下去这边去捡螺去 挺好的 我感觉这里 哇这里其实整个海南 只要你去到 能不是很好进来的这地方 石头多的地方 走到大潮推到最底下去 绝对货 非常非常多 走吧 看一下本地阿姨爬的一些什么螺 挺大个的 这种煲汤挺甜的 就在岸边 很近的 我们要走到最下面 可能还有七八百米吧 走下面才有螺 路过这个前滩的一片小珊瑚礁 这个都是珊瑚礁 还得往前走 还有好远哦 怎么越走越远呢 这个珊瑚你看着是不是感觉暖暖的摸起来硬斑斑的 嘿嘿嘿 来吧 下来就上货哈 今天目的还是搞螺大的牛远螺 马蹄螺 小螃蟹这类型的小螃蟹我不喜欢吃 如果你力气够大就先大石坡吧 大石坡下面绝对有货 有个小盘墩 这种小盘墩能吃钳子香甜 我吃你一个钳子 螃蟹翻身吃他一个爪子哈 这螺壳也是能吃的 猪仔螺 不要 我嫌他不好吃 这个螺小了一点 不要 我所不要的这螺 你可能去买的话 也得十几块钱一斤 我去 什么东西 这块石头掀开 一个 两个 三 四 五 六 一块石头掀开六个螺 只要你的腰够好 先大石坡吧 是不是看到一个东西爬过去 石头线多的钥匙 不想要它 这个大 哦那那那鸡脚干哪里面还有 这个大 这个是马蹄螺哈 其实我们今天来玩 像这种颜色的朝上的石头 都是被别人掀开过的 这种大块的没人掀 然后大块的一掀开 下面肯定都有 来碗了 碗了都被别人先吃走了 如果带一把小钩子 像这种都能 钩回家吃 这种都是能吃的 这个 没工具 扣都扣不下来 这有一条好东西 哎哟 好了 看到鱼不要随便摸 有可能是虎 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鱼了才能摸 哦 这还有一根 鱼 海茄子倒是很多的 这还有个太阳螺 圆圆的旁一圈像太阳一样太阳螺 这个螺也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我嫌弃它不好吃 来镜头朝这里 我捡到了一个这个螺 还有这里也有一个 很像腊螺 非常非常像腊螺 但是它不是腊螺 吃起来特别特别苦 特别特别苦的那种 你能所能 理解到的那种 炒药的那种 它就是人的那种 不能吃的哈 石头翻开 扁线 压扁 这个这个这个是 是鲍鱼还是什么的 扣不下来 扣不下来 对吧 好像鲍鱼 真的很像鲍鱼 没吃过 不敢吃 这里还有螺 牛远螺给它剪的 这里还有 我们就吃螺吧 螃蟹我们抓的青蟹 比这个好多了 不会去到这里 还是大块石头下面 没被人翻过 这种螃蟹也能吃 但是它的钳子 特别特别特别硬 会把鸭齿咬崩掉的 那我不敢吃它 这猪带挪够大 多的钥匙 它有点粘液 像鱼一样的鲜 鲜开石头 不要盲目的下手去抓 有毛毛虫 海毛毛虫 我们找伙伴 等水清的再去看 黄泊的纳螺 黄泊地最多了 去不去黄泊地 纳螺 不去 不去吗 等下来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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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有个小碗 收你钱 放你 交钱不杀 换上 哇 本地都是剪的 一桶又一桶的 能多哦 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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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类的最爱 哈哈哈哈 来狠一个 钻死吗 海边钓鱼类最喜欢 真的最喜欢钓这种鱼类 这个不真不骗大家哦 放了吧 给它长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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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窝剪得过瘾多 我的个天啊 哎 只有这一个 勉强稍微大一点 剩下的全不要 太小了 简简单单啊 三四斤 搞太多 吃不完 这个是我们多久的 二十几分钟的收获 走下来都不止半个小时啊 回去有半个小时 剪到二十分钟 后吃就好了 下来 回家吃我去了哈 谢谢大家